我认识我小时候玩的时候 没有湖南的 没有湖南 没有湖南 你还玩一些自己 过山车吗 是呀 坐这个下去吗 是呀 好似这个 等下帮我关麦 我怕我一路叫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欣 美好周活 阿欣带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珠海这边周末有什么好去处 现在这里就是石井山公园 对面是我们之前拍过的城市阳台 然后往下面走 沿着这个车流往下走 就是去海滨公园 这几个地方我想足够你 如果周末在这里 一家大小可以玩一天 一条路下去 是呀 有客厅有露台 早上先来我们这个城市露台 先喝个早茶 可以看着海景喝早茶 然后喝完之后 你可以在这里放风筝 你见不见 飞到很高 那边多大 你可以在这里放风筝 然后小朋友可以在沙滩里玩一下 然后如果还没玩够 上camping的话 沿着这条路下去就在海滨公园 公园那里有个很小型的游乐场 小朋友可以在这里玩的 不过我小时候就是 现在不知道那些厕丝会不会老化了 可能更生换代 然后你就可以在那里露营 一家大小行公园 如果还没过瘾 上爬山的朋友 这边上边就是 要走上去才能看到 上边的话 就是一个石井山公园 可以用来爬山的 有坐纜车 接着又连着那个 索道 对 你只需要80元 你就可以感受一次坐纜车上山 然后坐在滑道滑下来 听说很刺激的 现在看到纜车 就在上面 珠海最多人的地方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区 我觉得那几百万人口 几十万已经在这里了 好 因为我们停车的时候 几个停车场都没有位 下面那个没有位 然后海滨公园没有位 这里下面地下的停车场 又是没有位 你知道我们停到哪里 去到那边的山那里 停到那边走过来 走上一公里左右 差不多 一点多公里 这里就看回海景 今天那个海不漂亮 有点阴天 如果今天好天的话 景色超美 你看整个海边都是风筝 如果今天是出太阳就好看很多 是啊 下面会经常有摆摊 然后城市露台下面都有 平时到晚上可以看电影 哦 那么好 是啊 露天看电影 露天场 然后还可以在那里 晚上喝两杯 这边呢 这个就是我的 那些蓝车 景山索道 看看那个票价先 周一到周日的那个营业时间 大家看清楚 小朋友是有优待的 五十元 嗯 嗯 我们玩单程还是玩双程 索道上山滑还是下山 好像很刺激 要玩就玩刺激 好 那排队呢 排队买票 好 那我们买了票 因为我们是几个同事一起去的 那么就买了那个八十元的套票 坐那个蓝车上去 然后坐那个索道下来 我们现在就进去体验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坐这个 我也是第一次 但是我有点害怕 因为它很高 作为一个珠海本地人 我也是第一次来的 你也是第一次来的 这个是新的地方 哦 这里是出站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这里 进去 走 四个人 好 好 我都要飞四个 谢谢 我过来 四个人要不 差不多四个人要不 我还以为它不关门 还不关门 不关门 为什么不关门 不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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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是 是 是 你不关门 我看保险是否过期 先 不关门 不关门 他每部車可以坐8個 但他規定是4個 進吧 他不停,我直接走上去 挺刺激的 他不關門,我有點害怕 我願你不要坐這麼靠近 我只是喜歡他這麼刺激 那你給我換個位置 我坐在外面,我不刺激 很害怕 我坐在這裡 害怕 其實他速度很慢 不是,關門了 你看看,關門了 我看他們的門是關的,真的誤導人家 糟了 加速了 真的加速了 為什麼他那個是上去的? 我們不是坐這些下來嗎? 是不是可以選擇這種照片? 這種照片嗎? 不是,我上不到應該是… 不是,這是不是工作人員嗎? 上到的,上到的 哇,這樣不怕的嗎?我怕會後座一跌下來 哇,好像坐過山車似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這個景 你看一下 這裡 真的好漂亮 你看 如果陽光更好一點就好了 今天天氣不是那麼好 哦,下面那麼多人 我問問問,好像落餃子 真的落餃子 你看 今天算少了,如果是接隔日來更多 你看一下我們珠海 很多這樣的城市露台 那些肯定也是 這些 這些城市露台 隔壁 隔壁那個有幾個? 隔壁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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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放風箏 隔壁有幾個? 隔壁有幾個? 很小的隔壁 完全放大,聽不到 風箏多大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說了一個大橋 很漂亮 很明顯 很快就上山頂了 隔壁一會兒 記得我小時候玩的時候 沒有那些湖南的 都是那些 那些 lightning 沒龍光 那些瘦肌 哦,沒有山車嗎? 坐這個下去嗎? 是啊 哇 那個魚 等一下幫我關麥克風 我怕我啊,一路叫 哈哈哈 不要緊 幫你燒這個音響 嘩 現在整個 我們上到山頂了 大半個專頁都看完了 是啊 很棒啊 你看這邊 那個公園 那裡就是海濱公園了 是啊 那裡就是海濱公園 很棒 海濱公園也有很多人的 上到 上面還有個小的觀景台在這裡 可以在這裡拍照 即是他現在叫我們下車的 因為我們不是坐這個下去的 是嗎 上面有觀景台 先看看景色 我要衝出來 這邊是舊鄉州的景色 那裡我看到還有海縣石 看看景色 你看看那邊看到有一條 在山邊有一條隧道 是一些爬山經來的 我就是那個 一路貫穿那些 去到那個 那個 甚麼雲道 去完石 去完石 先去過完 遇見珠海的心跳 同心鎖 我們分手要過來 是 太難說了 落日飛車 我們走一走 去那邊走一走 我日月貝 你看 這個景色很漂亮 這裏看點 如果天氣好真的漂亮 是啊 拉近一點看 看見老字豪那一手船 拉近一點看 小時候就在吃飯 現在這樣看 看見直升飛機在氣 類似烏鷹那塊東西 我看不到 這裏看見了 這裏看見了 類似烏鷹那塊東西 現在看回景色很漂亮 這裏看漂亮 如果天氣好 日落的時候 你看見我們珠海的那個晚霞 在這裏看出去就覺得 一樓 那裏就是陽明廣場 有個EON那裏 紅色招牌那裏 就是陽明廣場 你可以在陽明廣場吃東西 然後再去日月輩那裏 走一圈 然後慢慢散步過來 很舒服 有空的 珠海真的在一個很悠閒的地方 看他們有多少情侶在那裏拍照 連續五年珠海聚業居城市 不是狼得許銘 他們在這裏排隊拍照 這裏是拍甚麼 這裏應該是最美的景觀 山頂許原石 打卡點 打卡點 幫我打 我幫你截封面 好 上面還有一個 上面是甚麼的 有個建築物 走上去看看 魚女故事壁畫 有畫體 壁畫 然後我們是否在那裏上去 就搭索度落回來 是的 我們等下才上這裏 這裏就是上去上面 我們去那裏看看 那裏更靠海 這裏是否在那裏上去 你這樣看上去 是否很遠 那裏是否在那裏上去 那裏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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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鏡頭應該看不清 肉眼就能看到深圳 深圳 你這樣看 你這樣看 帶小朋友過來坐一下 玩一下也好 體驗一下珠海的美好 是的 我們這裏的週末 就這樣 清閑地過 那裏是上山的 那裏也是上山的 還有再上去嗎 就是等同於兩個地方 上滑度 他們的許願石就在那邊嗎? 應該是 童心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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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童心鎖 那個鎖好像很脆皮 一喊就脫掉 你看 是 很多風箏 看得清楚 這個位置看得清楚一點 下面這個水池旁邊 有一間我們現在 這邊比較出名的飯店叫豬肉棚 我沒試過 順德比較出名 這個景色真漂亮 漂亮 再上去看看 你這些索度像不像 我們在圓明山 遠處爬山的 有些像 可能是連在一起的 嘩 連到那麼遠 有機會 那有段時間走 走完最少輕五斤 這裡 它是連著的 一直這樣走 連著那邊的三頭 嘩 真是可以輕幾斤 我走一轉 不如你去走一轉 我都頂著 很舒服 風吹過來 又涼爽 現在終於兩天 有一些秋天的意思 對 山頂還有咖啡 看著這麼漂亮的景色 很棒 山頂有間咖啡屋 這裡走上去左轉 20米 海鵬雕索 望月亭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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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慢慢爬上去 哇 這個美景 舒不舒服 打卡拍照 好地方 這個正 這個背景拍得 上面還有望月亭 上面有望遠鏡 我們這個時候 先欣賞一下美景 有張椅子 就好 咖啡屋在哪 左轉 我們去 喝杯咖啡 感受一下景觀 嘩 如果他們真的沿著那條路 一路走走走走 那真的有段時間才找到 可以下去的地方 要翻一個山頭 這是魚女壁畫 這裡就是這間咖啡 噢 這麼特別 很復古 還不如剛才我們在車上 擔張露營燈過來 看 原來就是這樣 上面就關軟了 是 就是看景 打卡 噢 這個位 就是我們下面拍的 打卡位 我們去跟同事們會合 準備下去了吧 射下去 是 難道他還需要聽我的票 我沒有票我怎麼才會來的 你不讓他票他怎麼給你下去 是啊 你要喝兩杯 算了 今天喝了咖啡 哇 在這裡 老闆娘 每天都可以坐 那他每天這樣上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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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元 喝 飲品嗎 9元9元9元 換購 他不是喝東西 換購 換購 我覺得 不如拿我們那個露營燈上來 一磅 走下 更舒服 去哪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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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日樂事分 過來看日樂 豈不是好呢 呢 或是我們今天天氣 或者是 這邊是東邊 東邊看日出 望海那邊是東邊 下去應該是那邊 我聽到他們嗆嗆叫 好 景觀很漂亮 這裡 哇 記得幫我關了麥克風 我怕嚇壞你們 這裡還有一個雕塑 這個是魚女的老公嗎 魚女聽到也要打你 魚女在那裡 殘忍 怎麼分開別人 這裡排隊 但其實上來的話 我們幫大家體驗過了 沒有東西玩的 玩就說真的沒有東西玩 只有走的 只有走 看看風景 然後只要坐下籃球 其實我們這次主要的目標是這一球 最重要是要坐這一球 好 我準備好了 心呼吸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煞車 他不是說 直接說一下子 可以不要說 好刺激吧 我才放好手機 然後 我也想量一下 你有沒有一個Viber 為什麼要侮辱自己 我們剛剛坐完那個索道 下來 向那邊 但實在太陡了 九曲十八彎 彎道又大 然後太危險了 我們掛著尖叫 掛著扶手 就拍不到 所以大家 聽不到我們這些 嘔嘔的場面 但真的 挺刺激的 如果大家過來這片玩的話 可以感受一下 自己親身過來感受一下 上山加下山 八十元一個人 如果兒童或者老人家的話 即是上了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家 是有優惠的 它有多種組合的套票 我們下來了之後 就過了馬路 上面藍色的就是隧道 即是那個索道 我們下來了 現在就來到城市露台 過了馬路 你看 不要說我們珠海沒有人 看人 全部都是人 對 越夜越熱鬧 我們這個城市陽台的話 這邊是沙灘 你們可以走沙灘 晚一點的話 它還會有露天電影之類 然後這麼晚都還有很多人放風震 還有小朋友玩的玩樂設施 這裡這個廣場 平時還會有一些市集 例如周末就會有一些 現在是秋天 秋市 有些市集 然後你想吃東西或者想喝咖啡之類的 那邊就是餐飲區 這裡也很好玩的 很熱鬧的 我們今期的話 介紹我們這個 石景山公園 城市露台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各位朋友仔 喜歡我們珠海這個這麼漂亮的城市的話 可以多點來逛逛 持續follow我們頻道 帶你了解越港澳大灣區 好吃好玩好去處 下期見 拜拜 什麼 好 好 神機